后续来了 霍拉拉司机接到拉十几的订单 官方披露更多细节 近日 山东一名霍拉拉小哥接到一笔大单 满心欢喜的去拉货 结果到地方一看傻眼了 客户要求运送的货物竟然是尸体 司机表示 这活给我再多钱我也不干 结果被客户威胁要投诉司机 视频已经曝光了 瞬间登上热搜 各大电视台媒体都在转发 按理说 这事应该是板上钉钉了吧 但万万没想到 霍拉拉官方竟出来声明了 经与当时司机核实 该报道中提及的视频素材是个人私下运输行为 订单并非哗啦啦平台推送 看到这里老虎就纳闷了 视频里的司机明明说的是接单到达现场后才发现的尸体 可哗啦啦却表示是司机的个人行为并不是平台推送的 不得不说这笔订单是够诡异的 其实在营运行业里 遇到这种拉十几的订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网约车司机就经常能遇到 大家看看 我们只有三个人 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司机呢只是淡定的问了一句东西多不什么时候出发 乘客还担心司机呢没看清楚又重新问了一遍 司机依然是淡定的表示没事的 还有刚过世的老人连体重都写好了 给个三五百的好处费就想让司机往殡仪馆拉 很多司机表示穷比鬼更可怕 只要给够钱拉三个十几也没问题 对此有律师就表示啊 根据殡仪馆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提供遗体运输服务 对此你怎么看 下车 什么态度啊 快点 你好啊 哇 师傅 这么久啊 等你几分钟啊 人家趕时间啊 不好意思啊 刚才塞车啊 你快点啊 司机行不行啊 你小儿麻痹吗 大佬 人家趕时间啊 已经站在那儿等了 鬼这么久啊 我要保养你安全啊 大佬 什么事我负责不起啊 这些东西啊 你打成这样的司机 死人车又是晒到扑街 你升式卖车的老爸 以后此来真是 忍无可忍啊 你忍无可忍啊 你现在有什么搞错啊 你现在路够了吗 你现在路够了吗 你一上车见到 你还没闭过口啊 好吗 我一跟你说过 是那一世间那一世间 那一世间那一世间 你上个星期你叫停车吧 好吗 那一世间你坐高铁过去吧 好吗 大哥 啊 上车还在闭闭窝窝窝窝窝 一直说一直说 利老板鼻孔大面 下车 下车 什么态度啊 快点 下车 马上必须 快点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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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门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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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帅 这是我读的第一个点 因为大家往往知道 很多特别对现实无力的人 或者对自己感到无能的人 他就喜欢欺负弱效 以欺负别人为乐 然后从而找到自己内心存在感 因为他这样转移自己内心的动火 无从消极 无从怕解 他又不能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引自己 所以他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比如我给大家指个例子 你们读过那个阿Q正课吗 当然如果你要真正读万文章 你在里头有些人也写 应该读阿贵 因为你梳理他的音笔的是阿贵 你说阿贵是不是算是一个可怜人 阿贵一定是一个可怜人 处处受人白眼 受人欺负 受人冷落 受人排挤 受人打压 但是阿贵有一天看见 这个来街上买东西的小尼古的时候 太过需要察人一下 原因就是所有人在欺负里面 所以我也要欺负一个人 所以我当时读到那一点 就又背 这个人物灵 又背就有可憎 这就是这个 你要读茶馆的以后 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有这个刻点 就是身处底层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可怕的就是 你把身上仅有的精力和时间 动用来彼此为难 你就有那么一会儿时间 你也不想着如何 改善自己心境 提升自己的状况 然后呢 精进自己的能力 就把那一点点精力 还用来互相为难 你见过吧 你身边这些东西 一定不在少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的伤害 并不来自天堂里的魔鬼 而是就跟我们一样 过着卑微的生活的一众人的 先看一段视频 这次监控摄像头里拍下的录像资料 一位母亲为了多赚点钱 洗个大澡带着准备上学的孩子 就为了多送一份外卖 当送完外卖从楼里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电动车被人锁住了 女子心中着急 就到处寻找锁车的人 这个时候 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子 得意痒痒地慢慢走了过来 女子赶紧上前解释并道歉 但是两位保安 并没有准备轻易放过这位母亲 无论女子如何道歉恳求 诉说自己生活多么不容易 而且召集送孩子上学赶时间 求求两位大哥放过自己这一回 结果 这两个保安还是无动于衷 并暗示女子要意思一下 给点好处 否则就要把车 鎖到24小时以后再放心 这位母亲被逼得直跺脚 绝望的表情一一言表 用手去拉扯 锁住电动车的铁链 做到最后无力的挣扎 内心的潜台只在诉说 我生活得如此狼狈不堪 自己带个孩子 拼死拼活的 为什么命运还这么苦苦相抵 我究竟做出了什么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刚刚经过了 看到女子几乎崩溃的场面 停下来询问情况 当了解清楚后 也对两位保安进行了劝调 从动作中可以看出 也指着了保安的这种行为 缺乏人性 为何非要为难这对母子 但是结果还是令人释放 因为孩子召集上学 这位好心的小猪 决定先送母子去学校 回头再来理论 我这里先为这个好心的帅哥 点个大大的赞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油门所关心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来为你们解释 据说 当好心的帅哥 拉了母子去学校 没多久 现场就出现了五个 喝多的酒蒙着 飙心大汗 看样子 应该是喝了一宿 还没有回家 正好路过此处 看到两个穿制服的人 盯着他们笑 也不知为什么 几个人不由分说 上去就全拿脚踢 让两个保安打了 整个左勾拳的 右踢脚 叮光了一顿笑 然后几个酒蒙着 就扬腾而起 后来 两个保安被送往医院 医院结果出来了 一个被打得嘴外掩斜 另一个共产 据说 有一脚提供了药汉 这辈子再也干不了坏事 后来 据坊间传闻 这次殴打 还是一次误赏 因为这几个大汉 因为喝多了 意识不太清醒 就看到他俩 穿着制服了 没辨认太清楚 错把这两个保安 当成了沉闻给削了 你看看 这不是歪打正着吗 刚好为民除害了 咱就说 贫苦人 何必为难苦难的人 都是生活在 生命县边缘的人 但凡有点良知 都不应该去为难这对母子 至少 他还带个孩子 很多时候 真正跟我们过不去的 还真不是那些 高高在上的精英界长 因为你也够不着他们 难为你的 却都是这些个 赢赢勾勾勾之辈 靠着手中 现有的那点权力 拿着鸡毛当令件 真以为自己戴个帽子 就成了黑猫警长了 历少历代 欺压百姓的 都是这些人 这就叫底层互害 这种人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即便能陪太子读书 他也是替人家 端定牌认得的 啥呀 公共美 他们自己还感觉不到 跟过去照镜子里的 汉奸没什么两样 看着人们狗样了 其实 就是主人的一只哈巴狗 固执的狗 看个视频 给我气得够恰 多嘚巴了几句 希望这种事情 以后再以后要发生 你们知道 现在全国每一天 都有网约车司机猝死吗 每一天 为什么每天都会有人猝死 因为担价太低了 有的城市已经降到了一块钱一公里 甚至还不到一块钱一公里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不管是租车也好 买车也好 没有成本的吗 都说是电车影响了 网约车的价格 电车便宜吗 买一个车十几二十万 平均到每公里也要五六毛钱了 就给一块钱一公里 他怎么挣钱 有的人是贷款买的车 有的人是负债 有的人是注车 有的人是以租代购 如果他不挣钱 他拿什么东西还钱 他想还钱怎么办 现在十二个小时跑三百公里 平均到手 能剩下一百块钱都不错了 贷款要还多少钱 不好意思 有点激动啊 我想请各位的领导 能严格控制出车时间 但还要保证各位司机的收入 其实就是把每公里的单价涨一涨 让大家都能挣到钱 这个行业才能发展 起码应该两块钱以上一公里吧 像你们当地的出租车靠拢 公平竞争就可以了 第二 我要说的是 全国有几千万的网约车司机 虽然我们都在最底层 我们连个基本的社保都没有 谁管我们以后看病 我们老了怎么办 有人管吗 猝死都没有人赔一分钱 因为现在很多跑网约车的司机 还很年轻 他们并不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难道这不应该值得 社会来关注一下吗 几千万庞大的群体啊 我想说的是 现在单价越来越低 并不能让这个行业良性发展 就别提我们要给乘客 提供什么服务了 天天的一身的怨气 不吵架不闹事都不错了 就这个单价不但影响 出租车的发展 连公交地铁的发展 我觉得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现在很多打车 打下来 比公交车都便宜 你们相信吗 还有就是 很多司机找我说的问题 现在 现在的平台就像一言堂一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监管 司机受到了任何不公的待遇 根本就没有管 司机只能跟平台投诉 平台还搭不理 为什么 司机太多了 我知道你们不怕 因为司机多 但是呢 没有司机给你们干 你们拿什么挣钱 谁租车 谁买车 第五就说一些实际的 有一种叫阴阳账单的东西 乘客时付五十 在司机端只显示 乘客时付了四十 那十块钱哪去了 十块钱你们在做的都不在意 但是我们的跑多少单才能挣十块钱 还有我想说的也确实是 抽成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现在是三块钱一公里 你抽百分之三十 我们认 对吗 你现在都给一块钱一公里了 你还抽百分之三十 还有我想质问一下 我们到底是不是平台的员工 我们跟平台是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是 为什么不给我们上社保 那如果我们不是 平台为什么可以随便扣我们的钱 乘客恶意投诉也扣钱 平台不满意也扣钱 我就想问问平台有没有这个权利扣钱 我也上过班 上班公司都没有权利随随便便扣钱 那平台为什么张嘴就扣 我们申诉根本就没有用啊 其实打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对吗 乘客下单 我们把乘客安全的送到地方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特惠 一口架 拼车 乱七八糟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还拿单量来控制我们司机 你不接这些特惠 一口架 我们司机真的是接不到版 在做的都是领导 有可能你们没有体会 我建议你们去派你们公司的员工 都下去跑两个月往下车 这不就是为了恶意降价的手段吗 人家出租车 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套路 打车 上车 给钱 下车 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套路呢 我希望取消一口架 特惠 拼车单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保留一个快车 一个专车 提供不同的服务就可以了 第九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你们应该知道优惠券吧 你们打车 平台给没给你们发过优惠券 你们知道优惠券是我们买单吗 你们是不是都感谢平台 那优惠券都是我们买的单呀 为什么呀 你问问所有的司机 有哪一个愿意为这个优惠券买单 凭什么呀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司机才是根本 如果我们都挣不到钱 谁还来跑网约车 谁还会去买车 谁还会去租车 你们是靠我们在活着 对不起 太激动了 最近很多小仙女在网上是集体炮轰网约车司机 说现在打个网约车就像钻进了司机的被窝啊 什么烟味汗味廉价的香水味脚臭味全都齐了 她戴个口罩都能闻到一股混合的臭味 刚坐下十秒钟呢就开始头晕想吐 面部肌肉啊 她都麻了 类似这种比较夸张的吐槽 网上一搜啊 近期是比比皆是 这事呢 还因此她上了热搜 彻底是给闹大了 前两天呢 很多司机啊 还被运管给查了 被告知是自己的网约车啊 她不干净影响了车龙车帽 并警告第二次再被抓到啊 就直接罚二板 吃不干净也抓 我告诉你啊 你能赶紧把吃洗干净的 才来北战呢 嗯 我也看不干净 前后一定扣吃了 告诉你啊 那不用扣吃啊 不要说 不用扣吃啊 就罚款 第一次罚款啊 第二次罚多少钱 我要罚两款啊 吃不干净要罚两款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时候我就 对于小仙女说的网约车里 都是臭臭的这个问题 有网友呢 也说出了她的亲眼所见啊 她说啊 她大早上起来 就经常能看到 网约车司机送后备箱 拿出牙膏牙刷洗脸盆 一打听了才知道 好多网约车司机 都是以车为家 时间半月的都难回一次家 也不洗澡 也不洗袜子 身上是一股子乞丐味 怎么能不臭呢 为了掩盖住这种味道啊 还用略质廉价的香水的 喷车里 几次坐网约车呢 都想吐 她表示 她从此不想再坐网约车 但有个问题呢 我想问问大家 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 它究竟在哪里 难道说司机 他就不爱干净 他就喜欢被投诉 就喜欢时间半月 他不回一次家 就喜欢在车上 吃饭睡觉 不洗澡 不洗袜子吗 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司机每天的时间 是已经被平台 被司机本家们 算计的是明明白白的 面对一公里 一块钱左右的运驾 每天不拼命 跑个十二小时以上 这个车袋 可能都还不上 每天收了车 眼是干的 脚是软的 甚至连饭都不想吃了 就想躺下来续命 我不想替谁说话 我只是想说点实话 我希望别因为臭去歧视 去指责一份职业 各位网友要吐槽 就去找网约车平台 去找资本家们吐槽 网约车司机 真的是生活所迫 再说了 我经常搭网约车 我基本就没遇到过 有异味 或许臭的 它不是网约车 而是心臭了 真的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竟然有人叫霍拉拉 来拉尸体 你听说过吗 这个司机在拒绝他之后 他还威胁投诉人家 我只能说 有些人 真的是欺人太盛 据云上新闻报道 7月31日 山东一个货拉拉司机 在接单之后 就到达了接货点 结果发现 要让他拉的货物 竟然是一具尸体 这个司机当场就拒绝了 如果是你 你肯定也会拒绝的 然后客户就表示 可以多给你夹点钱 这个司机就表示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还是拒绝了 这个客户见软的不行 就开始来硬的了 威胁这个司机 你要是不给我拉尸体 我就投诉你 最后这个司机 还是选拒了拒绝 那有人就会说了 这个运尸体 应该要用专用的 这个冰葬车来运才对 那为什么这个人 要用货拉拉来运尸体呢 我估计 这个人就是不想把尸体 在当地火化 他想把尸体 拉回老家去 而这个冰葬车啊 只能把尸体 拉到当地的这个冰仪馆 或者说啊 就算能够拉到外地的话 那也是超级贵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他才会选择 叫这个霍拉拉来给他 这个拉尸体 或者说啊 这个人啊 他不是想把尸体 拉到外地 单纯的就是舍不得花钱嘛 我们都知道的 冰仪馆的这个冰葬车的价钱 都是很贵的 你懂的 但是呢 哎 叫霍拉拉来拉 他就便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啊 有可能单纯就是为了省钱 所以才选择了 这个霍拉拉来拉尸体嘛 那这个司机拒绝拉尸体 就再正常不过了 对吧 那如果是你 你是那个霍拉拉司机 你会帮人家运这个尸体吗 对不对 我觉得第一个啊 就是自己的车 如果拉过死人的话 那一般都会觉得不吉利吧 很少有人不在乎这个吧 尤其是中国人 对这种事情呢 都是相当忌讳的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司机怕到时候说不清楚嘛 谁知道他在运完这个尸体之后 人家会不会诬陷他说 哎 让他运的时候 那个人还活着的 结果死在他车上了 然后让他赔钱嘛 对不对 不好说的 那到时候就讲不清楚了 还惹一身麻烦嘛 没必要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 那拉尸体的价格 肯定要比拉货高得多呀 对不对 你想省这个殡葬车的钱 凭什么来人家霍拉拉司机 这里占人家的便宜啊 对不对 虽然说那个人表示啊 能够给你加点钱 但是我估计啊 就算加钱 也肯定就是只加那么一点点 对吧 加不了多少的 因为找货拉拉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 那他要是真的能加钱 加的比这个殡葬车还高的话 那他还不如直接找殡葬车了 对不对 所以就这种人肯定是很小气的 加不了多少钱的 对吧 那我们说你要出个天价吗 那我估计可能真的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的 你就加这么点钱 谁稀罕啊 第四个呢 就是国家规定运送尸体 必须由殡葬部门的专用运尸车运送的 对吧 有规定的 任何其他车辆不得运送尸体 对吧 这个司机如果 对吧 拉尸体了 那不就是违法了吗 到时候万一给他来个什么罚款 或者拘留什么的处罚 那就得不强失了呀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人也是蛮坏的 叫人他帮他拉尸体 就是给人家埋一颗地雷嘛 对吧 最后一个就是 人家是货拉拉 又不是殡葬车了 那货拉拉是拉货的 又不是拉人的了 所以拒绝拉尸体 不也是对死者的尊重吗 就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人啊 他就是想占人家 呼拉拉斯基的便宜 对吧 然后人家拒绝他 他还威胁投诉人家 这个就属于 你不让我占便宜 那我就弄你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那明明是他自己理亏 他却反过来要猪八戒 倒打一耙 说白了就是欺人太盛嘛 我只能说 唯有阳光与人性 不能直视啊 真的是可悲可叹啊 那我也知道的 就这样的事情呢 也很难用法律 去让这样的人付出代价的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 强烈谴责这样的人呀 对不对 否则以后这样的人 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你说的